我现在身处一个海拔4000米的高原山 我身后是非常漂亮的雅拉雪山 来到这里我就是要试一试这个2023款的坦克500 它到底比现款改进了什么呢 我们直接去试试 坦克500最让我满意的地方是动力的输出 3.0升双涡轮的发动机带来最高360马力500牛米的输出 在平原上测试百公里的加速时间是7秒多 这个数据在同级别的越野车中绝对是个优等身 虽说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动力会有所衰减 但强制进气的方式确实更适合高原地区 即便我拉着三个成年人以及一车行李 在山路上爬坡加速超车都非常的轻松 只要把转速拉过3000转就有相对不错的加速感 同样的地区我开雷克萨斯GX460来过 说实话整体的动力表现还是坦克500强 跟3.0T发动机搭配的是一台重置的九速自动变速箱 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其实整个动力总成的配合是没有问题的 正常的升胆正常的降胆都比较的平顺 但你需要升踩油门获得动力 并在高转速区间进行升胆时 整个动力总成会有一下颤抖比较明显 而且在高速巡航一脚下去需要降胆扩取动力时 变速箱大概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 然后再做出反应 并在降胆完成后会有一刹那切断动力的感觉 开关一些合资同类SUV的话会有点不太习惯 但话说回来 放眼全世界能做重置变速箱的厂家凤毛麟角 长城能有如此的魄力 而且在两次的OTA升级后已经有这个表现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相信在下一次的OTA升级后 这台9AT变速箱会变得更聪明更好开 我们给自主品牌一些时间不要太过苛刻 底盘的表现跟发动机一样的优秀 整体的调教以舒适为主 开着这样一辆舒适的硬派SUV走在318国道上 你会觉得很轻松 大的颠簸坑坑坑洼洼都被化解的比较彻底 即便走在飞铺转道路上 整个的乘坐感也是舒服的 虽说飞承载式车身带来的一些小跳动仍然存在 但已经是同类型飞承载式车型中比较小的了 越野表现更不用说了 挂个AUTO档基本就能解决95%的事情 除了机械部分 坦克500的类似依然是同类车型中的佼佼者 触手可及的拉帕真皮很高级 触感也很犀利 类似的整体造型偏向传统的豪华车 保留了不少实体案件 这是个加分项 个人是真的不喜欢那种一坏屏幕集成所有的极简风 坦克500能做成这样已经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但是随着对车辆的深入了解 我还是发现了两处不足之处 首先是副驾前面的这块镂空的四板 整体的图案似乎不太精美 有点保定KTV的装修风格 与整体的豪华的氛围感有点格格不入 再者就是实体案件中没有对音量调节的按钮 只能用方向盘上的音量键或者语音控制系统来调节音量 这样会对副驾的乘客有点不太友好 不够便捷 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 我相信坦克以后会进一步完善 就有坦克500之前靠背就没有座椅通风 在2023款上已经得到了解决 虽说坦克500上有些缺点会比较明显 但随着时间的深入我相信长城会一个一个的去解决 我们也给坦克一些时间去变得更完美 但即便在现在这个价钱能买到座舱如此舒适 动力如此强劲的硬派豪华SUV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介意的了 在这个价位上已经是瑕不掩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